中国女排最高的女神。 没打半决赛也没参加集训,她在极具力量。 目前中国女排的国手和比较有潜力的年轻队员都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参加女排半决赛,这分走了大部分的中国女排一队的国手,一个是参加中国女排的首期集训训练,包括中国女排二队的21名年轻队员也在2月14日公布出来。 但是她并没有参加这两件事情,她是中国女排最高的女神,是特别的一个,她是八一女排的袁心悦,她并没有如传闻加盟江苏女排征战半决赛,也没有跟随八一女排队友刘燕涵参加首期国家队集训,她选在在家里极具力量。 八一女排的主教练最近解释了为何袁心悦,没有参加半决赛也没有参加国家队集训,原因很简单袁心悦经过连续的征战有点疲劳,本身也有伤病,她希望过一个长长的假期养伤。 实际上对于袁心悦来说,除了身体上的养伤,精神上的养伤也是非常必要,2018年对她的打击还是有点大。 如果经过这段长时间的休养,过段时间能够满血出现在中国女排阵容中,那也是应该给她一个长假期。 2018年代给袁心悦的心理创伤,主要是在日本世锦赛中她糟糕的表现,尤其是中国女排阵意大利女排的关键半决赛。 在五局大战中袁心悦没有拿到一个篮网得分,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袁心悦没有给对手,造成足够的威慑力是中国女排西败的重要原因。 比赛之后袁心悦遭受球迷铺天盖地的嘲讽和诟病,蓝灵王的称号坐实。 回到女排联赛之中袁心悦和刘彦涵,并没有带领81女排进入全国八强,所以2019年之际袁心悦用惨字来形容自己的2018年,可见其内心受到明显的创伤。 但八强赛还没结束,人们就在猜测袁心悦可能加盟江苏女排补强江苏女排软弱的复工位置, 但是在天津女排北京女排和上海女排公布引员名单之后江苏女排依然没有动作,后来采访八一女排主教练证明其拒绝了江苏女排的邀请选择在嘉阳商。 那这样的话,袁心悦应该也要参加中国女排首期集训大名单,没有办决赛的任务就要在2月10日晚上赶到北京和队员集合,但袁心悦又申请了延长假期。 她最终选择都不参加两个重要的活动,选择过一个长长的假期,我想更大的原因是要好好养养自己的心伤。 这样也好只要袁心悦能够找回状态,这个假期就是值得的,2019年中国女排要想在世界大赛取得好成绩,袁心悦复工线上的发挥也是重要一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